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电视台采访 唯一的诉求讲了好几天 就是希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好好谈 泽伦斯基强调有争议的领土地位问题 虽然可以谈但必须交给全民公投决定 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立刻停止战火 拿起手机放出整整20秒的空袭警报 泽伦斯基要让全世界知道 这是乌克兰将近一个月来的日常 而且就在当地时间21号晚间八点 首都基辅又再次进入35小时的加强版宵禁 满地废墟中传来爆炸声 原来俄军20号晚间才开轰基辅的购物商城 不到一天时间21号上午又再度炮击搜救现场 原本十层楼高的大楼南侧建筑已为平地 整座商城已经宛如废墟 至于南部城市赫尔松 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要俄军滚回家 却惨遭开枪扫射长达至少一分钟 让手无寸铁的民众被迫四处逃窜 而就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副司令阵亡之后 俄军似乎加大南部海线攻势 即20号轰炸南部造船大阵尼古拉耶夫后 21号继续轰炸奥德萨民宅 试图分禁合机 不过乌克兰军也不是没有传来揭报 就在战事第27天 乌克兰军方证实在经过一番敖战后 已经夺回基辅以西约50公里的马哈里夫 并重新升起国旗 防止俄军包围首都 新喜欢理解另一位报道